我用身份就是用蛋黃糖的啊 就是仁智糖的分啊 所以小時候就是這樣學嗎 對 因為那個它是代表 一份兩份量池嘛 那另外一個分是生什麼池啊 它就是代表是生形池嘛 就是分開的意思 用刀切開的有點這樣的意思 所以是用到數就是一份兩份的話 是用單人糖的啊 分開或者分別或分什麼東西 或用沒有的那個 而且它讀一一般沒有仁智糖是用一身 然後有人智糖是用第四身 一般情況下 對啊 我是想不想我小時候學的是什麼 但是就是身份的 如果說因為有人智糖的分是個量子 那為什麼身份的分 身份的分有沒有量子的意思 我不太確定 那我自己平常因為現在工作上的要求就是 講到身份的時候不能有人智糖 所以自然就用分 然後剛剛我看了一下就是原來現在官方的身份證上面 也是沒有人智糖 那如果是語意 我自己會理解說 對就是有人智糖的確是 就是單位詞 一份 一份東西兩份東西的分 對 對那可是 量詞這個東西就又有點有趣 譬如說 九份 的地名 是有人智糖的分 但是當然那可能要考究一下說 九份這個地名原本是什麼意思 如果那個原來也是九份什麼東西 他不是九份十份嗎 沒有 我知道 我知道那個 就是 因為他們有解釋說 那個是 因為 他有十份啊 就是九個人 所以他們就放九份 但是他有九 還有十份啊 九份後面是十份啊 就是這個地方會有不同的 就是 就是油材會有不同的分 對那如果是這樣 用量詞 人智糖就有道理 可是台北有另外的地方叫十分 那十分的分是沒有人智糖的 嗯 那除非這個分是有其他的意思 而不是一個量詞的單位 不然的話 就很顯然 在地名的用法上面 其實也是混合的 那基本分子 像是耶穌用人旁的分嗎 就基本分子跟其他的分子 就like elemental particles 你不記得用分子跟分子 就是不同 分子應該是 分 如果你說數學的那個分子啊 是沒有人智糖的嘛 可是如果說分子 幾份什麼 那個分子就是有 就是四身的醫生 對對對 一般情況下 沒有人智糖的就是醫生嘛 我覺得在數學裡面 沒有人智糖的分 有個量的概念 對啊對啊 就是量詞 它不是完全的單位詞 但是它有個量的概念 那節跟節 就是它有 就是 你知道那個兩個節嗎 嗯 姐姐的節 有兩個寫法 怎麼突然間變到這裡了 那我們 簡體字就只有一個寫法啊 對啊 簡體字有一個寫法 哪一個寫法 那一個寫法 有一種說法 有一種說法 是說 且字旁的寫是用在 呃 就是 是女性的 但是不是親 親戚或是 有學員關係的姐妹的時候 是用女性 寫字旁的節 以及你販子 一般女性講小姐的話 就只有這個節 可是如果是講到 自己親生的 或是親戚的姐姐的時候 就必須用另外一個節 對 那你們最普通的 就 還有普通的那個 一體資料 有 有有有 我另外工作上常遇到的是 規劃的話 對 因為規劃的話 我以前一直習慣的用法是 會有一個刀字編 我不會用畫圖的畫 對 就是有刀字編啊 對 但是 但是 有一種說法是說 其實刀字編的話是 沒有意義的字 對 就是 規劃 所以你是說 規劃 規劃 就語意上面來說 它本來就是 拿著齒規 在 畫東西 在安排事情 所以本來就不需要有刀字編 對 但是 我知道 我知道刀字編的話 就官方的用法 尤其講到規劃這兩個字的時候 尤其把規劃當成一個動名詞 而不是單純的一個動作的時候 通常都會用刀字編 對 嗯 那 改變你的看法 沒有 因為我們簡體字 都是有那個刀字編的啊 電視 可是電視沒有畫畫畫 完全不一樣 哦 對 長得不一樣 對啊 是完全不一樣 對 那規劃這個是 有哪一個 規劃的就是 他說的刀字編啊 可是因為我們是簡體的啊 所以我們的寫法是不一樣的 那跟畫畫的話 也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跟畫畫的話也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不是分名詞跟重詞的不同嗎 不是不是 他說的畫畫的話是書畫 那個畫 那那個畫我們是完全另外一個字 跟規劃那個字是完全不一樣的 對 對